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扫地僧讲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话语 其中武学杖三个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那么武学杖到底是什么呢 武学杖跟武学瓶颈不同 武学瓶颈往往是武功修炼的某一方面 本身无法突破 比如杨潇就遭遇过内力提升的瓶颈 至于武学杖 通过扫地僧的讲述 我们可以知道 少林四七十二绝技每一项都伤人要害 取人性命 因为太过灵力很辣 所以都需要相应的慈悲佛法化解 练的功夫越高深 受武学杖的影响就越厉害 少林派的武学杖和其他门派的知见杖同理 即但凡武学练到极处 都会因为练习者自身的气量 与武学境界不匹配而遭遇评教 这里的气量可以理解为 心性 学识 胸怀等条件的综合体 佛门武学杖的表现 是武学杀人伤人 与佛法慈悲之心相拜 道家或其他武功瓶颈的表现 就是武学只求功力精进 而天道损有余儿补不足 顾炼功是逆听而行之事 同样与天道相拜 知见杖的典型例子 在侠客行里有体现 侠客岛成百的高手 都为破解绝世武学的秘密而煞费苦心 可他们由于看到对诗句的文字解释 有了陷入之见 对武学真谛的理解就走错了方向 无法逾越心魔障碍 始终难以解惑 但是破天是个文盲 心思纯净 不遮箱 这种情况和遮箱之后又堪破的情形等下 对他来说 这个支箭杖便是不存在的 而对于甚至如龙木岛主这样的决定高手 这个障碍反而无法逾越 遭遇武学杖的高手们 处境往往都很艰难 天龙八部中少林寺弟子宣成 被公认为全寺二百年来武功第一 但他佛法修为不足 却要强制夺学上乘武功 扫地僧看出了他的问题所在 曾三次提醒于他 他却始终执迷不握 以至于一夜之间 突然经脉剧断 成为废人 便是不顾武学杖 强行修炼武功的例子 与玄成相同的还有萧远山 慕容博与九摩志 扫地僧一针见血 指出了他们的危险 萧远山小夫上两处穴道隐隐作透 官员学的麻木逐渐扩大 慕容博的杨白 延泉 丰佛 三处穴道上 每日三次都有万针攒刺之痛 揪磨至成继学上色线珠红 文乡学上隐隐有紫气透出 甲车学筋脉震动 这些都是陷入武学杖的表现 他们虽然还没有达到 玄成走火入魔的境地 但想必也相去不远 身处临牙之线 而且从他们的症状中可以推断出 武学杖的主要来源 在与武功练得太杂后 各门功夫的内力运行路线相抵触 造成内伤 类似于欺伤拳一般 除非练到 练到弃走诸穴 收发自如的境界 否则就会损伤自身 举一个例子 少林寺七十二绝技 都是内外兼修的武学 各有各的配套内功 敬畏分明 解不相混 天龙八部中少林寺方丈玄词 曾对武台山清凉寺方丈神山说 乔峰学过小魔掌 便不能再学魔科制 这两门武功相反 无法并存于一身 神山惊讶于少林武功的经微分别 玄词又说 小魔掌和魔科制 一指轻柔 一指刚毛 极难并学起练 说白了 少林七十二绝技各走极端 轻重阴阳刚柔 达不到随心所欲 这种情况下 情形修炼多门绝技 尤其是修炼相互抵触的绝技 自然容易走火入魔 经脉尽端了 甚至极端点说 只要小魔掌和魔科制同练 对于绝大多数少林武学修炼者来说 就已经足够触发所谓的武学障了 无论萧远山 慕容伯还是旧魔掌 都不加分门别类 想一口气将少林七十二绝技 乃至一斤斤全都练坏 自然难逃武功博杂 带来的武学障阻碍了 再举一个反例 同样是少林寺武功的修炼者 以天投龙记中的 火宫头驼偷练七十二绝技 却没有遇上武学障 这火宫头驼 起初只是在造下烧火的小僧 监管相机除的僧人性子暴躁 动不动提拳便打 火宫头驼三年间给打的接连吐血三次 机缘之下 暗中便去偷袭武功 二十余年间净练成了极上乘的武功 乃至最后击杀少林寺专研武学的 达摩唐首作 苦智等人 投下神去 在西域开创金刚门 没有名师知道 火宫头驼自练绝技 进步神措 怎么就没有遇上武学障呢 从扫地僧的解释中我们了解到 少林七十二绝技分为体用两道 体为内力本体 用为运用法门 换句话说 修炼少林绝技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招式 第二内力 第三 内力的运用法门 像小远山等人来少林前就有内力 所以来少林寺练习的 不过是七十二绝技的运用法门 虽有损害 却一时不险 但久而久之终究讨不过武学障这一截 火宫头驼情况不一样 他起初武功低微 内力基础薄弱 他学少林绝技只能一步一步来 从招式学起 他靠一双眼睛看着其他弟子 从早到晚瞧着别人练功 凭借聪明才智 学会了大力金刚指等绝技的招式 可怎能学会内心如何调云 周天如何搬运 因此外功虽强 内功却是一塌糊涂 扫地僧说过 练习少林寺的武功 倘若不以佛学为精 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其自身 倘若练的只不过是拳打脚踢 兵刃暗器的外门功夫 对自身危害甚微 只需身自强壮 尽自抵御得住 所以火功头驼练到最后 只做到了外功极尽刚猛 内功则平平无奇 再结合他没有遇上武学障的事实 我们可以做出推断 武学障应当只是普遍存在 内功修炼阶段的困境 火功头驼一直没练内功 且一直练的外功多数刚猛一脉 他的内功乃是由外之内 自行领悟而长 就和红七功练习外功到顶点 自行滋生出雄魂的内力是一个道理 不存在揪魔之用道家武功 驱动七十二绝技的复杂问题 所以没遇上武学障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少林绝技的内功会产生武学障 自然而然 其他门盘的内功也会产生性质相同的支箭障 比如郭福 练了十六年武功 本该大有尽敬 但是实际武功与十六年前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只因他自己心浮气躁 浅尝极者 不肯痛效苦功钻研 因此父母丈夫都是武学名家 他自己却始终徘徊于二三流之间 实则就是遇上支箭障无法突破的表现 同理 蒙古王子霍都十六年前与师兄达尔巴不相上下 达尔巴领悟不了高深内功 可十六年后霍都依然与达尔巴难分上下 达尔巴非智金楚出奇之胜 霍都从大圣关英雄大会到襄阳英雄大会 这十六年没有实质武力的进步 谢迅四十一岁时与阴天正武艺相仿 谢迅六十三岁时还是与阴天正并驾齐驱 阴天正明显比谢迅年纪大 这二十多年双始 阴亡 师王的武艺 其实都没有实际进步 杨顶天三十多年前教杨肖乾坤大挪营 杨肖练了十多年 练到第二层 之后二十年毫无进步 再练下去必然部杨顶天后臣走火入魔 杨肖练了乾坤大挪营 还是与范瑶因天正差不多 以上种种都是决定高手在修炼过程中 没有克服武学障或支箭障的实力 不过 武学障虽是练武者的梦魇 却并非无法战胜 事实上 若是练武者心灵纯净 或胸怀足够宽广 就能避免武学障的困扰 之前提到的石破天使以利 他不安适适 心思纯粹无比 是以能免受所知所学的影响 只见事物的本质 从而解开绝顶高手难以解开的武学秘密 和他类似的人士周伯通 桃花岛上 周伯通向郭靖 讲述了九阴真经的来历 还提到师兄王崇阳曾对他说 他学武的天资聪明 又是乐此不疲 然而一来过于着面 二来少了一副救世纪人的胸怀 就算毕生勤修苦练 周周达不到绝顶之境 出一番评语 与扫地僧点评全程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伯通当时听了不信 心想学武自管学武 那是拳脚冰刃上的功夫 跟气度实践又有什么干系 直到一晃十多年 他武功尽不甚微 却不由得他不信了 只是周伯通毕竟天性单纯 经过长期受困煽动的磨练 终于能做到抛弃情欲杂念 达到从心所欲的境界 自创左右手护博等绝妙武学 冲破了支箭杖对自己的束缚 借第三次华山论剑黄耀师的口说就是 我黄老邪对名淡薄 一登大师世名为虚幻 只有你周伯通却是心中空空荡荡 本来便不存明知一念 可又比我们高出一筹了 周伯通天真浪漫 胸中更无半点机心 虽然天性好物 却无忠雄扬鸣的念头 自是越过了支箭杖的大山 理所当然成为武学中 武功修为最高的钟顽童了 当然 并非人人都能如实破天 周伯通那样超脱于世 大部分练武之人 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 突破支箭杖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博览群书 通过学识突破了支箭杖 具体到少林寺 自然就是要通过研读佛经 提升自身的佛学层次 他们口中有些人 能在突破支箭杖的过程中 慢慢领会武学的真谛 有些人则会痴迷武学 不能自拔 走进死胡同 少林寺的扫地僧 长期禁引藏经阁 并越佛经典籍 大扯大悟 所以能摆脱武学杖的牵制 萧远申 慕容博潜入藏经阁 偷袭武功 也抱着相同的想法 但他们只想到 他身之时 可以攻运 却没想到突破支箭杖的关键 不在于武功 而在道理的境界 比如慕容博明知顶级绝技 只需一向就能克敌制胜 多练绝技十则多远 他有了绝不亚于少林绝技的 慕容氏家传绝技 却仍然要去练少林绝技 原因就在于他的野心 不仅在于克敌制胜 而是谋求武功的更上一层楼 要将72绝技融会贯通 成就超绝顶武学 揪摩志练习道家出界内功小无相功 内力大增 也是同样的道理 揪摩志的武功上不及道家出界 揪摩志能通过别门别派的 粗强功夫 提高自己的修为 是他自己勇悟的表现 而不是这门功夫如何如何高明 所以说想要突破武学障 就是要多多学习 吸收别派的武学典籍 另有逍遥派的乌鸦子 李秋水 收集了各门各派的武学 包括青城派九打十八破的 烂功夫也收在内 并不说这门烂功夫 比他们自己的绝技高级 而是再烂的别门功夫 也有助于突破支箭障 而再好的本门功夫 都是受到支箭障制约的 当然了 光一个劲练武而不加以责血 并且彭征博引其他类型的书籍 就难免成为下一个 萧允身后慕容博 但是一旦突破了支箭障的动物 或许就不再将武学 视为最重要的事物了 再以少林七十二绝技通俗而言 要练成少林七十二绝技 必须佛法修为足够才可以 否则会走火入魔 但是一个人佛法修为足够之后 就不屑于去继续修炼武功了 就像我们的人生中 眼高手低 好高骛远 自明得意者多 谦虚谨慎 从箭如流 虚怀弱骨者少 天龙八部慕容复 旧魔智 都是典型的求不得苦 一个要复国 一个要武功密切 但是苦苦追求不得 一个疯了 一个放下屠刀立立成佛了 金庸先生通过武学账 很好地为我们阐释了人生的意义 也给我们的生活与工作起到了警示 人和人真正的实力的差距 大概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的欲望如果远远高于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么 你就会陷入无穷的痛苦 但是欲望太小也不行 你就太安逸 享受注意了 欲望就是要刚刚比实力高出一点点 这样你就可以不断地提高实力 而且是一点点提高实力 因此 各种平衡如何拿捏 实在悬之又悬 怕只有扫地僧这样的千年奇才 才能亏得其中傲益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